今天,但是,你不一定聽過,我今天介紹王學恒,王學恒是1958年4月9月出生,他的爸爸是,他在台北台灣出生,他的爸爸是王永勤, 在台灣,他有很多名,因為他有很多錢,他在4th Magazine,2008年,他第二個最有錢的人,因為他有一個塑膠公司, 所以他有很多錢,我覺得他的,因為你吃很多東西,而他一定是他的公司,他的東西給你一個 他的爸爸,王學恒,他的爸爸是他的啟發,是因為他的家裡韓富,他有很多機會,所以他可以留學在美國,在美國留學, 他有去Berkeley College, UCLA Berkley College,很有名,他的專業是經濟學,Economics, 他在學業的時候,第一個工作是電腦,電腦廠商, 她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她想做一个企业家 企业是一个entrepreneur 所以第一个工作是一个制品公司 名字是维生电子 所以她第一个工作是VIA Technologies 所以第一个工作是VIA Technologies 创造一个晶片组 和创造一个重用纯粒器 这个公司很好,很服,也很成价 现在她的husband是一个CEO在这个company 在台湾有很多钱 以前,每个数据很大也不方便 所以王学红觉得,为什么很大 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容易用 所以她跟她的朋友做永平和做画图 他们又创造一个很难说 我讨论我的电子股份有限 AKA HTC 他们上个朋友有做这个company 这个公司 我觉得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 是一个台湾的公司 HTC是第一个公司有一个奇事收集 这代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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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公司 这代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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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有名 但是今天 时下 他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对手 对手有iPhone 有Galaxy 有很多的 有Motorola 所以 现在 HTC不好了 有Motor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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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C 不方便 但是 第一个 手机有奇事 所以 现在 这年 王学红 对HTC 是一个 CEO 中经理 刚刚做中经理 因为以前都是HTC的CEO 但是现在是 他的经济是 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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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亿 有很多钱 没关系 那 agu门 你 那 你 flu 没关系 主要 最后 我 很 股 葱 少